那从佛教里面看 凡夫跟圣人的差别 一般我们讲有六凡四圣 一般我们说十法界 十法界就是把所有的众生 分作十类 六凡四圣 凡夫里面就是六道 天人阿修罗 天人阿修罗 那么鬼 鬼一般叫做恶鬼 畜生 第一 那么所有的凡夫不出这六类 没有六类之外的 那么一般叫做六道 四圣四种圣人 就是分凡圣 那么四种圣人 一般佛 菩萨 菩萨是 无神法人菩萨 或是一生补处菩萨 那么是圣者菩萨 那么辟知佛 跟阿罗汉 跟阿罗汉 就生文 生文从四双八倍都是圣人 从出国到四国 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那菩萨 那菩萨是从 这个阿比八字菩萨 到一生补处菩萨 那这个圣人的定义 圣人的定义 从智慧来分 依智慧来分 凡夫依福报来分 凡夫这个天 天有三种天 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欲界色界 无色界 欲界色界 无色界 那人 人也有上宗下 那么阿修罗也有上宗下 做国王 做大臣 做人民 人民里面福报大的 福报平等的 没有福报的 都有分 都有三倍九平 一般我们把它分作三倍九平 上宗下 上宗下里面又有上宗下 比如说国王 国王也有分 大国的国王 中国的国王 跟小国的国王 天王也有分 刀立天主 刀立天主也是天王 大范天王也是天王 但是 刀立天主的这个天王 跟大范天王的天王 比起来 就比较小 那么所以 他一样分 都有分上宗下 那么 凡夫是依福报来分的 依福报 依福报分的 依福报分上宗下 胜者 是依智慧 分 分上宗下 分差别 比如说 比个人来讲 出国跟俄国 差在哪里 差在出国断三结 俄国断的烦恼 比 就是 俄国也是断三结 但是他调补的烦恼比出国多 他饱滩生吃 那三国更多 把玉滩都断掉了 玉滩跟生都断掉了 四国把 所有的烦恼都断建了 他不一样 那 辟赤佛 就等同 比阿罗汉 辟赤 声闻还要听佛说法 他才知道 辟赤佛不用 他智慧更利 智慧更利根 那菩萨不但把烦恼断掉 还把习气也断掉 这个智慧更利 那佛是所有的烦恼习气都断掉 而且 有不但三明六通 还有事无所谓 是八不共法 那这个都是所谓的 依智慧来分 依智慧 而有差别 金刚经就是 一切玄盛 皆与无为吧 就是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正到 这个所谓无声 无声基本上 就叫做什么 无我 你有断无我 那么这个最初最初的圣者 最初最初的圣者 就是断三节 三节里面最重要的 智慧最主要的 就是 见缘起的智慧 见缘起正无我的智慧 你见缘起 你就知道无我 你就正得无我 那么 比较粗的 断分别我见 你就正出过 那么 最后面的 据身我直 你就正阿罗汉 那么所有 所以圣者 圣者不是佛决定的 就算没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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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 也有辟之佛 见到缘起 也成为圣者 不是佛风的 那更不可能是凡夫风的 一群凡夫来决定 谁是圣者 谁是凡夫 没有这样 也并不是说 你在佛教里面 你有神通 你就是圣者 没有 佛教不以 不以你有神通为圣者 也不因为你的慈悲为圣者 不是你很慈悲 那么你就是圣者 没有 跟这个没有关系 那么 也不是你能眼散到 而是你有没有正无我 就算 就算你都不会说法 你都不会说法 但是你正而无我 你也是圣者 基本上是这样 那所以以智慧来分 那 但是这个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 所谓的圣人的定义 跟佛法的定义不一样 不是佛风的 也不是 也不是 这个 这个凡夫风的 后面的人风的 都不是 像我们风神版 风神 谁做神 谁做神 那个是 参考那个风神原意的 他就 有风神开始将棋 开始风神 风谁风谁 做什么神 那民间的人 基本上 我们拜的那些神 我们拜的那些神 很多什么将军 王爷 什么那些神 基本上都是凡夫 感愿于他 对百姓 或是灵感的贡献 百姓的贡献 或是对社会的贡献 就给他造个祠堂 然后祭拜他 然后就称他为神 这个都是本来是一般的人 比如说岳飞 比如说我们在 我们在那个 我们在那个 在屏东 内谱那边 也有拜韩玉的 韩玉 也被封神 一样 很多人被封神 那么这些都是百姓封的 但是封神和圣又不一样 但是在民间神就有一点像神圣神圣 所以圣者的话 一般圣人 那等一下 就是这里面 叶顺导师会讲一下 佛教跟其他的宗教不太一样 所以佛教最主要的是智慧 不是你的神通 你会变化 或是你的慈悲 你愿意牺牲自己为别人 没有这个历史上也很多 牺牲自己 那么为了社会 为了国家 为了百姓 也很多 但是是不是因为 他可以牺牲自己 他就可以成为圣人 没有 没有 不是 那并不是因为你的慈悲 也并不是因为你的能力 也并不是因为你的神通 纯粹是因为你的智慧 那么你的智慧是什么智慧 并不是你 你熟悉所有的事件知识 你精通所有的做事的方法 都不是而是你知道见缘起 正无我 见缘起 必正无我 正无我必知缘起 其实是这样 那么这个一般 这个一般也把它叫做法助制 法助制 那么见缘起 见缘起 他就是因果 知道因果必然 法性 法助 法界 法位 那么如私因如私果 叫法位 法性 法助 法界 那么 法位 法华君讲的 是法助 法位 世间 世间向常注 那么法位 那么基本上 那么缘起也是法性 法助 法界 那么你了解这个道理 基本上就是断无我 基本上就是断我见 不是断无我 断我见 正无我 那你怎么 你怎么样去 你怎么样去正无我 当然就是观察五印身心 到底我在哪里 那你观察不起来 可能就是你的心不够专注 所以要修定 那你 你 你没有办法解脱 有可能是障碍住 你过去的夜障碍住 所以你修定也修不成 所以要持戒 基本上是这样 就从这里 从这里来 好 那么 他说 释迦牟尼佛是世间的圣人 是人间 不是世间 圣人是出世间 那么是人间的圣者 那人间 除了释迦牟之外 有没有圣者 有 释迦牟没有 没有成佛以前 有没有圣者 有没有圣者 有 屁之佛 就是佛没有成佛以前 仍然有圣者 那么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他修行解脱了 然后就自己走了 他也没度重生 那这种也很多 也有 那释迦牟是比较慈悲 叫做自觉跟觉他 他不一样 那么圣者一定是自觉的 圣者一定是自觉 圣者一定是叫做觉者 觉者是觉悟真理的人 觉悟真理 真理就是圆起物 觉者 但是佛陀 佛陀是圆满的觉者 是自觉又觉他 这个一定是自觉的 自己已经觉悟了 自己觉悟的人 然后又觉悟他人的人 所以我们叫佛 叫做佛是觉者 他是自觉又觉他 觉醒圆满的人 就是度化众生 而且又广度众生的人 那么这个是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圣 这个圣跟一般我们认为的圣不一样 我们过耶诞 耶稣的生日 都叫做圣诞节 那从佛法来讲 这个不是圣诞 圣诞是佛诞 才叫圣诞 或是说舍利佛 不见年 生日 那也可以 因为他们也是圣人 也可以叫圣诞 甚至是周利盘托节的生日 也可以叫圣诞 圣人出生的日子 诞生的日子 那就是说我们对圣这个概念 圣这个概念 那有点不一样 比如说孔子 孔子出生的日子 那依中国的来讲 孔子是圣人 那也可以叫圣诞 那其实从佛法来讲 这些都不是圣人 这些都不是圣人 这个我们要知道 好 那他说这本是历史的事实 导师这里主要在说明 那么很多宗教的圣人 他并不是历史的事实 他并不是 好 好 好